一艘战舰飘浮在天空中 没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也不知道它会飘荡多久 也许十几年甚至更久 在食物面前人类可以毫无底线 他们会为了一个鸡腿不要命的争抢 上等人贪图享乐 没有任何怜悯之心 下等人为了食物不惜牺牲自己的肉体 在这里食物才是王道 人性的虚伪 烟暗绝望 在这部电影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更加令人发指的是 这是由真实事件改编的 一艘命名为916的老式军舰 搭载了112名乘客出海旅行 船上的人形形色色 杜蜜月的小情侣 当地有名的恶霸 正在竞选国家干部的郑克 甚至还有当地的知名演员 中午郑克和儿子还有船长在吃饭 他们吃的是豪华套餐 而旁边的人们吃的却是盒饭 是真的盒饭 恶霸看不下去了 他上前直接坐在了郑克面前 郑克不但没有赶走他 还给他倒了杯红酒 这时杜蜜月的白衣男子也走了过来 为什么你吃的这么好 而我们只能吃盒饭 这时船长发话了 他是国家议员 白衣男子继续说道 既然作为领导 不应该以身作则 给我们普通人树立榜样吗 旁边的人们也开始对郑克直指点点 郑克只好低头认错 从明天开始 我和你们吃一样的食物 这才平息了此事 晚上郑克和恶霸聊天 正好看到白天找事的那对情侣 恶霸说道 你喜欢那个女孩吗 郑克只是笑了笑 当晚几个年轻人就闯进了他们的房间 把男人拉出来直接杀了 而女人则被几个男人强行打扑克牌 之后带他来到郑克的房间 结果可想而知 这一幕却被一个老者看在眼里 郑克的儿子回来 正好父亲也从房间里出来 之后恶霸将郑克儿子推进了房间 他被眼前的一幕为之震惊 他不能相信自己的父亲会做出这种事 可是没过多久 他最终也没能抵住内心的诱惑 其实女人已经醒了很久 只是不愿接受现实罢了 神秘的老者一直在窗外 却没有任何行动 过了很长时间 女人颤颤巍巍的走了出来 他想直接跳船结束自己的生命 却被神秘老者救下了 为了避免他再次想不开 老者直接把他弄晕了 时间已经到了深夜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军舰开始慢慢的上浮 飘向了天空 第二天醒来 女人看向天空再看向下面 以为是自己在做梦 陆续有更多的人趴在船边 这是真的 他们没有在做梦 没有人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更不会想到 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女人回头看见老者站在高处 老者淡淡的看着众人 似乎知道发生了什么 随后女人找到老者 问了一系列的问题 但老者总是沉默不语 只是让女人看了看两只小鸡 还有刚发芽的植物 恶霸和小弟们换上军装 他们要控制食物 每人每天只能领到一个饭团 但政客每天吃的 还和往常一样丰盛 不久就被人们发现了 政客出面开始忽悠众人 只有领导保重身体 才有可能带着大家活着离开 在政客的哄骗下勉强接受 船上除了政客和恶霸 其次就是船长的实力 他想带着大家反抗 可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显得如此不堪一击 政客慢慢变得肆无忌惮 开始捉弄众人 把吃了一口的炸鸡随手丢在地上 大家一拥而上 人性的丑态在饥饿面前暴露无遗 食物分配不均就必定要出事 恶霸的小弟贪财 竟把一些食物以十倍的价格 卖给下等人 但食物刚到手 其他人就纷纷围了上去 开始抢夺瓜分 每天少量的食物根本吃不饱 眼看着事情越闹越大 政客又出面了 恶霸为了给政客一个交代 当场打了小弟 并说自己管理失误 还向政客道歉 反过来政客当着众人 打了恶霸三个嘴巴子 回到房间 政客的脸立马变了 带着笑容还给恶霸倒酒陪礼 时间过去了一个月 女人突然觉得一阵恶心 原来是她怀孕了 她根本接受不了 因为她不知道 谁才是孩子的父亲 说什么也不想再活着了 老者只能将她绑起来 现在每三天才分到一点食物 已经有很多人被饿死了 广播中传来生烟 今天起将再次减少食物分配 配量是之前的四分之一 这次大家真的受不了了 人们的怒火再次被点燃 开始反抗 直接来到储藏室 疯抢食物 小弟们根本阻止不了 政客出面直接把枪将一人打死 在死亡面前 他们还能扛几天 老者走向前接过尸体 把尸体抬到自己的小屋 并示意让女人出去 只见她解开男子的衣服 抹起了菜刀 随后砍向尸体 被传完的女人看见了 吓得发出一声惨叫 老者用火将骨头烤干 然后放进粉碎机 不一会儿出来了一堆残渣 老者拿出一个盆 种上植物 另一边船长来到政客这里 说话带着几分硬气 突然拿出手雷扔向了他们 众人赶紧趴下 政客马上捡起手雷 随手扔进了通风管道 一声巨响 船长打开门 却被手枪顶住了脑门 船员们看到这一幕都吓跑了 政客威胁她交出所有手雷 政客拿到一箱手雷 她又产生了一个更加可怕的想法 在这个食物匮乏的船上 要想活下去 她必须清理到所有的人 恶霸利用广播告诉大家 从今天开始公平分配食物 来仓库集合 原本无精打采的人们 瞬间看到了希望 听到有食物纷纷起身奔向仓库 女人也想去 却被老者拦下 大家来到仓库 却发现这里什么都没有 这才知道他们上当了 想逃跑已经来不及 被恶霸的小弟锁上出口 然后政客拿出一颗手雷扔了进去 里面的人都慌了 随着一声巨响 没有了声音 剩下的人开始四处逃窜 结果被小弟们无情的屠杀 见人就砍 只有这样才能快速清理掉船上的所有人 为了让自己存活 手上沾满无故人的鲜血 政客脸上露出邪恶的表情 他已经停不下来了 完全丧失了人性 恶霸已经看不下去了 想要退出 却被政客拿枪指着 恶霸瞬间又怂了 一对情侣在相互依偎着 政客丢下一根香蕉 只见男人一把推开女人 自己去捡香蕉 结果被政客一枪打死 女人见对象死了 捡起香蕉就往嘴里塞 结果吃到一半也被无情的杀掉 船长已经受不了了 他来到放食物的地方 准备把剩下的食物烧掉 政客及时赶到一枪结过了船长 但火已经烧了起来 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食物被烧光 老者来到尸体中间 并没有感到意外 好像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他把种子种在死人的嘴里 耳朵里 然后用土壤盖住 老者还把种子给了女人 让他去照做 这时船上的人已经所剩无几 政客想要杀掉恶霸 却打偏了 子弹也用光了 恶霸夺夺过手枪 没想到他还私藏了几颗子弹 恶霸开枪打死了政客 接下来就轮到了他们 恶霸与政客儿子争执之时 被女人拿到了手枪 毫不犹豫打死了恶霸 两人把恶霸的肉切开 一口一口的吃着 他们真的饿坏了 他们相互安慰 计划着未来一起照顾 女人肚子里的孩子 不久之后 人肉已经被他们吃光了 男子想起老者还有两只鸡 便打起了主意 来到老者这里 很显然他已经知道了男子的心思 在门口递给了他一块肉 女人透过窗户看到 老者竟然把自己的肉 一块一块的割了下来 没人知道为什么 他们吃着老者的肉 再后来老者就莫名的消失了 只留下一盆肉和他的植物 肉被吃完了 男子非要把鸡吃掉 但女人知道 只有把鸡留下来 等着他下蛋 再付出小鸡 才能永远的活下去 面对男子的疯狂 女人只能撸起袖子 拿刀割下自己的肉给他吃 这么一点肉根本满足不了 他想要把鸡吃掉 女人无奈之下 只能把男子杀了 他也变得面无表情 现在只剩下一艘船 还有他和肚子里的孩子了 他开始精心照料这些植被 西瓜已从地里长了出来 鸡也开始下蛋了 他痛苦的生下孩子 把孩子抚养长大 此时的军舰已经变成了森林 仿佛世外桃源 再也没有人会打扰他们 直到有一天 长大后的儿子捡到了那把枪 他的眼神开始变了 孩子长大了 在和母亲吃饭时 突然孩子想杀掉眼前的这只鸡 被女人及时制止 很显然这孩子也变了 他盯着母亲的身体 他居然也想打扑克牌 女人把孩子推开 他们开始追逐 渐渐消失在树林中 至此电影结束 这部电影有很多寓意 老者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军舰代表了什么 那把枪代表了什么 尸体的残渣又代表了什么 我是北墨 喜欢的关个注 谢谢